北京时间8月19日,亚运会的比赛全面开大,在今天晚上多线游泳比赛也是迎来了金牌的争夺,而在今天最受中国球迷关注的莫过于是孙杨,在此2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上,孙杨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金牌,而这枚金牌对于孙杨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, 在前两届的亚运会上,孙杨在200米自由泳的项目上皆是与冠军擦肩而过,在2010年的亚运会,孙杨面对状态实力增加,大韩国名将调开环拜下阵来,而在2014年的亚运会上,孙杨十分遗憾地输给了日本的交易工界,而在今年孙杨没有给其他对手任何希望,最终孙杨以1分45秒53的成绩获得了金牌, 而在赛后,孙杨来到了看台,边上与自己家人和教练一块庆祝,这个时候面对父母,孙杨的泪水已经控制不住从眼睛里流了出来,在这个项目上孙杨可以说是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,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台下付出了多少努力,经历了多少的磨难,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,也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,在孙杨领奖的时候,升旗过程中,两面中国国旗与日本国画旗皆是掉落了下来,看到这样的剧面后,孙杨也是第一时间找到工作人员严肃交涉, 强烈要求重新做国歌升旗,最终升旗仪式重新进行,孙杨这样的举动更是全本无数。